Hello 大家好,我是Kenny 歡迎收看今天的Kenny Cool TV 一陣子有關注我Facebook專頁都有看到 我發了一組看起來很不錯的IPA機箱 什麼?沒看到? 那還不趕快去關注我的Facebook專頁? 這次呢,就來和各位分享一下這款機箱的上手體驗 現在看到的這款機箱是Vector1 來自知名IPA App 組一往今年自己設計的ITS機箱 設計結構是主板和顯卡背靠背的A4規格設計 只能兼容ITS規格的主板 所以就別問我為什麼不能賺MATS或ITS主板這種問題 我不知道 Vector1和大部分主流的A4ITA機箱最特別的地方 在它的正常模式下能夠支持最大為280的一體式水冷 之所以說會是正常模式 是因為一往在B站造起了許多的知名UP組 為這款Vector1機箱進行了極限解封 造出許多無限可能的怪獸模式 但這次我並不會和它們一樣採用分體式水冷裝機 原因是這個機箱其實是一位粉絲朋友托我幫它安裝的新主機 並且為了能方便攜帶 只採用了常規的進場模式 考慮到所使用的硬件不是特別的高端 因此使用240一體式水冷也已經很足夠了 在我進一步的介紹Vector1這款機箱前 這次節目也將會從收貨的包裝部分也和各位分享 特別是打算從淘寶海運到馬來西亞的朋友 也可以提前知道它的包裝規格 看看是不是容易在運輸的過程中容易摔壞的 首先是外包裝 外包裝的尺寸是225mm x 350mm x 410mm 重量為2.7kg 之所以會介紹包裝的部分 就是因為在包裝這部分還算比較用心的 從箱子拿出來就能看到是採用全覆蓋的泡沫海綿 這個包裝可以是非常有效的減低在運輸的過程造成不必要的損壞 必須給它好評 接著是機箱本身的三圍 鐵開底部的腳墊以外 分別為高261mm 深343mm和寬155mm 總體積為13.8kg 空機箱的重量為1.9kg 雖然比起大部分的A4機箱顯得比較大一些 但是擴展能力才是這款機箱的最大特點 關於它更多的擴展性能 各位可以去觀看翼王的影片 這裡我就不多介紹了 機箱採用的是鋁合金面板和骨頰 以及雙面有著大量開孔的亞克力側板 據說這是為了有更好的散熱能力 所以定沒有採用更厚更重的乾化玻璃面板 事實上在我收到成品後 亞克力面板並沒有讓我覺得有比較廉價的感覺 而且側板的位置還設計了一個固定框架 好了這兩批亞克力側板在鎖上的時候有更好的體驗 頂部和底部都附有非常多的散熱孔位 而頂部的位置透過這個冷排支架可以支持最大280的冷排 接口是放在機箱的前面板上方 分為為兩個USB3.0的一個開機鍵 多了一款A4 ITA機箱沒有提供音頻接口也是很平常的事 因為比較小的空間也為了節省不必要的零件麻煩 而同樣另一個特別是這兩個冷光線 是可以通過這個聲耀模塊接在主板的USB2.0接口上進行通電 只不過在我還沒來得及拍攝的時候 這兩條冷光線就無法正常運作了 明明裝好電腦的時候還是可以的 可是隔一天開機後就再也沒看到它亮過了 檢查了聲耀模塊還是有熱量 接口和線材也沒有任何的受損 因此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是個個案 但我還是希望之後可以有更好的改進空間 畢竟我相信不少人都是很喜歡這兩條冷光線的 VETA1在CPU3C上最高支持為65mm 顯卡最長支持330mm 並且支持3個PCIe槽位的顯卡 雖然本質上是能夠支持最新的RTX3080 但是由於我本身並沒有3080 之前詢問過肥仔也得知散熱的壓力會非常吸收 因此打算使用3080的朋友 我會建議等待翼王他們更新支持的動態 那麼介紹完了這款機箱後 來看看這些裝機所採用的硬件 首先CPU採用的是AMD Ryzen 53600 6核心12線程已經能滿足絕大部分的主流遊戲用途了 主板採用的是機家D550i Aorus Pro AS 放主板會在之後製作一期詳細的使用體驗 有興趣的朋友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時間的關係 在介紹硬件的過程也會開始進行安裝 這套組合在目前來說性價比並不算很高 特別是距離AMD最新的Zen 3處理器也快發布了 不是很推薦在這個時候組裝新電腦 但好在B550在日後可以無條件升級新的Zen 3加工處理器 如果在此時很急需購買一台新電腦 也算是在目前比較好的一個選擇方案 電腦體內存採用的是VGAN的SPG D60G DDR4 3200MHz 8GB x2 是帶RGB燈光同步的 可以支持各大主板產家的燈光同步功能 主板D60G是採用三星的V-die顆粒 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 以及這次是採用AM4平台 所以內存超頻的部分只保持在比較合適的3600MHz 硬盤同樣來自VGAN的SPG SS8200 Pro 512GB M.2 SSD 但目前PCIe 4.0的SSD都還是很貴的情況下 我這款SSD算是在規格和價格都比較好的選擇了 因為因為A4 ITXC箱的限制 只能採用SFS規格的電源 而這次使用的是全漢的MS600 600W銅牌認證全模組 並且也準備了一條長度剛剛好的回教定制線 好讓這次的裝置在底線有更好的體驗 原本我是推薦粉絲另一款金牌的MS600G 可是當我收到貨後才發現它買錯狂吃了 好在這次的配置功耗不會特別高 使用銅牌的600W還是一樣很穩定的 CPU散熱器使用了ID Cooling的ZoneFloor 240S一提示水冷 並且附帶ARGB燈光同步功能 雖然說3600本身的發熱並不高 但我之前也收過很多次了 由於ITX機箱散熱器的高度限制 風冷散熱器的選擇都非常少 而且內部空氣的流通性也比較差 散熱技能發揮也比較不太理想 一提示水冷算是比較方便的選擇方案 在介紹其他的硬件前 我們先將前面幾個硬件先安裝上機箱 首先將電源的定制模組線給接上 然後裝在機箱裡頭 就是為了方便先把電源的線材預先走好 方便之後的硬件接上 然後是這個主板 主板本身是一體式I.O. 所以不需要加裝擋板直接裝上機箱 由於顯卡是背靠被主板裝在另一面的 所以要使用PCIe連長線進行連接 這個PCIe連長線是隨於Vector1機箱附贈的 不需要額外購買也不用擔心買錯長度 然後是機箱底部的這個風扇 沒錯 Vector1另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底部還可以加裝2把12厘米或14厘米的保扇 這次採用的是兩把ID Cooling的120-15TS 45厘米厚的12厘米風扇 並且將它們裝在機箱的外面 正如翼王的寧願 機箱外的體積不是體積 機箱以外的部分是不算在體積裡面的 雖然進風的空間並不大 但相信多少還是有助於機箱內部的散熱 接下來這套最適用的顯卡 顯卡採用的是機箱的RTS 2070 Super Winforce 3風扇版本 雖然現在RTS 30系列顯卡已經租不開始發售了 但是考慮到目前的貨源實在不穩定 加上近期很多廠家都在大量減價售賣RTS 20系列的顯卡 因此經過了折中考慮後 選擇了這張只用$1850買到的RTS 2070 Super 由於Vetal 1的設計本身就是為了兼容更高端的顯卡 這款三風扇的2070 Super 裝上去也是非常的輕鬆簡單 好在這次採用的定制電源線 裝機的難度也降低了不少 除此之外整體看起來也美觀了很多 裝好了之後就蓋上側板準備開機吧 untukienen現在的買 Ooo Till inten挺 tangible 音樂可以選擇 Hoon 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外觀我相信各位也想看看這台電腦的性能 不過如果只是默認狀態的性能 感覺還是差了點意識 於是我就將這顆3600進行了超頻 得利於一更成熟穩健的7nm工藝 這顆3600我成功以1.28V超頻至4.5GHz 並且成功通過所有的考試測試 其實4.5GHz並不是這顆3600的極限 我試過可以超頻到4.65GHz 但是電壓必須上到1.45V 而且穩定性也比較差 綜合了功耗溫度和穩定性等因素 1.28V 4.5GHz已經是最理想的設置了 由於時間的關係 記憶體內存的部分則是選擇保守的3600MHz C18 也算是AMD Ryzen平台比較標準的設置了 超頻好了之後當然少不了溫度考級測試 首先是AIDA64的FPU考級測試 這時CPU的溫度來到了82度 對於AMD平台來說其實很正常了 而且這是超頻到4.5GHz的狀態下的表現 之後加入了顯卡的Fullmark天天缺一起雙烤 溫度上升的幅度比較大 CPU的溫度來到了更高的86度 反倒是顯卡的溫度表現非常不錯 最高維持在63度 看來這款機架的3風扇顯卡散熱表現確實還可以 另外超頻是4.5GHz的360MHz加上2070Super 一起雙烤時的功耗在430W以內 這還是極限考級10的功耗 正常遊戲使用的時候不太會超過400W 600W的銅牌電源也算是很夠用的 除此之外我也提供了整台機器的空載和蠻載的噪音給各位參考 超頻以及溫度測試後 來看看超頻後的性能提升 在Cinebench R20的提升表現非常多 超頻是4.5GHz的3600單核的部分已經媲美超5G的Intel平台了 多核的部分更是突破了4000分 想像我自己手上的兩顆3600超冒煙連3800分都摸不到 新的台積電的7nm工藝成熟的時候確實非常嚇人 再來是3DMark測試 提升的部分雖然沒有很多 但還是看得出超頻後所帶來的提升 個別的提升部分還是有差異的 最後來看看遊戲中的實際表現吧 這裡我只測試了幾款我自己有 並且比較能夠進行對比的遊戲 首先是吃雞 這遊戲對於CPU的頻率和內存帶寬的需求都挺高的 在三極致的畫面設定下 超頻是4.5GHz的3600搭配上3600MHz的內存 幀數差異都非常的明顯 最高甚至有20幀以上的差距 而且這還是在同一張顯卡的表現 然後是CSGO 前陣子開始CSGO已經無法顯示MSI Afterburner的參數了 所以採用遊戲自帶的幀數檢測 在這裡我們能看到僅僅是超頻CPU和內存 在CSGO裡也能帶來一定的幀數提升 最後顯示平均幀數差距在8%左右 然後是DOTA 2 在同一個場景下 超頻後所帶來的幀數提升最大有10幀以上的差距 再來我也測了兩款自帶測試場景的單機遊戲 首先是最終幻想15 由於這款遊戲比較吃顯卡 因此超頻後所帶來的提升幅度比較少 不過還是看得出來有所差異 然後是古墨烈影 同樣也是一款比較吃顯卡的單機遊戲 畫面設置打開最高光追特效 以及DLSS進行測試對比 最終獲得的平均幀數表現差異只有2幀 最後來到了總結的時間 這次在介紹翼翼的這款Vector1機箱 也順帶介紹了裝機的配置 對於不滿足只看機箱測評的朋友 也算是有比較豐富的內容 而且這回用上這款Vector1機箱 驚喜還蠻多的 首先是散熱的表現比我想像中好不少 在使用水冷的情況下 散熱和一般的ATA機箱差異並不大 當然如果用上更高端的CPU和顯卡後 這份差異會逐漸被放大 但考慮到這是一台ATA機箱 有這樣的表現確實很可以了 對於想要使用高端硬件 卻想要組建一台ATA主機的朋友 是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 這個機箱也並不是完美的 為了能夠提供更好的兼容性 體積的部分就必須妥協了不少 對於不考慮太高端的硬件 並且對於體積和研值有更大的要求 可能對這個Vector1的體驗 並不會像我這樣友好 但是有一點我必須著重強調 那就是ATA機箱並不等於就得小 ATA只是一種規格 雖然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讓電腦小型化 但這並不以為這ATA主機只能往小 這方面作為核心設計 電腦DIY本來就是注重自由發揮的概念 判斷好自己的需求來搭配合適的選擇 才是最理想的配置 盲目的追求極致 並不一定會有很好的體驗 畢竟你組裝一台電腦是要拿來用的 而用的舒服和穩定才是最重要的嘛 那麼本期節目就到此為止了 喜歡本期影片的話 記得點讚留言和分享 也不要忘了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我是Kenny 我們下期節目見